拿着履历直接接受企业面试提问 今年毕业季台湾虽然挥别疫情 但却迎来了不景气 四月份景气连续亮出六颗代表低迷的蓝灯 在人口老化及扫子化下 市场缺工压力一烂破表 可能投十家那可能会回应你的 可能就是有机会可能是两三家 自己现在有想要走顾问业 然后金融业有在考虑 根据人银行统计 六月份全占工作数为107.8万个 其中有56.6万个全职职缺欢迎新鲜人 皆创历史新高 像是住宿餐饮业 零售 电资软体 半导体 都相当欢迎新鲜人 而在以后消费复苏及AI浪潮下 也让三大缺工产业 集中在民生消费及电资通讯产业 劳动力的人口是逐年在下降 我觉得住宿餐饮或者是其他企业的HR 在针对他们缺工这件事情上 他应该要有更开放多元的征裁的策略 所有年轻人一定是我们要去争取的人才之外 其实中高龄比较资深的工作者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 不管你从事哪个行业 你要对他有热情 有热情的时候其实你的学习 你的进步就会回馈到你身上 人力银行认为 打缺工时代找不到人 已成为企业普遍的现象 今年新鲜人要就业其实不难 难再如何找到一份喜欢 且愿意全然付出的理想工作 因此鼓励年轻人多向企业提问 将传统企业对求职者单向提问面试 调整为双向面谈 除了能让求职者更了解企业 也是缓解缺工压力的其中解方 女士新闻综合报导